me too风暴最近在演艺圈狂烧猛烧 一直给人爱家好形象的又盛也没躲过 他被好多网友爆料 不止对女生喝醉抓胸部 还闯入家中强吻解开内衣等等 让大家全都看傻眼 事后又盛虽然以火速公开道歉 但仍难以直谢 而他的老婆雷妈在沉默三天后 终于在21日首度发声 坎年该道歉的人好多 想感谢的人更多 所有关心的讯息他都有收到看到 他表示我能做的就是 继续为了还相信我的人努力 之后他也说我是个妈妈 我会带着我的孩子往善的方向前进 另外身为板娘和创办人 他身上有很多的责任 他也强调我会努力的扛好他 对不起谢谢 整篇文都没有提起又盛 不过网友在看到他为了老公犯下的错 出来跟大家道歉 都非常心疼 希望他能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